哈喽,大家好,我是面具男 今天给大家再介绍一把新刀 Code Steel 冷缸 冷缸这一款给大家介绍说 今天是吧,侦察兵一 这款已经有不少UP主在这个B站进行过 评测了,对吧 我今天,我拿到的应该是比较晚 因为我对冷缸,怎么说呢 就是感觉它是,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牌 也不是说特别喜欢,不是我特别 它盖不到我的点啊,这把刀 但是近期的话,我依反常态的收了几把冷缸 给大家简单做个介绍 首先,这是侦察兵一的包装盒 这是它的新款包装盒的,应该是 老款应该不长这样 这边包装盒上面,Code Steel,是它的标志 不过它的标志上,这一把刀就是它的著名的白武士 指刀啊,然后下面的话,是这把刀的4寸啊 是一把4英寸的指刀 然后用的材质是CPM S35VN 这是它的新版人才 老版的话用的是CTS CTS的 CTS XHP啊,就是卡蓬特的那个钢材 然后重量是5.3盎司 然后 8寸的G10啊 8寸的G10啊 8寸的G10这个刀柄 展开长度啊 然后这个是 打开长度 然后这个是任后啊 任后是3.5毫米 后面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啊 以及它的这个 Yins啊,Facebook啊,YouTube啊 还有这个 呃,Twitter等等等等 这些这些这些标志啊 然后 大家 因为这是把二手刀啊 二手刀 所以说盒子我就给它放一遍 好,OK 侦查兵衣啊,来了 嗯 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 侦查兵衣这把 这把这把刀 首先啊 嗯 冷缸这个品牌 大家 我对它的第一点就是一个 林胖子,对吧 拿着吧 各种各样的冷缸刀来测试 对吧 各种各样的测试啊 它有个专门测试工厂 所以说还是 就是 视频是比较有意思啊 因为等于它的 这个 超级被锁啊 等等等等等等啊 一些冷缸著名的一些设计啊 呃 总的来说就是 非常好玩啊 非常好玩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 反正挺好玩的啊 哦,侦查兵衣这把刀呢 其实我已经 想买很久了啊 想买很久了 但是一直吧 对冷缸这个品牌不是很放心 所以说就一直没碰它 直到近期有机会了 这不收了几把啊 收几把 OK,现在来看看这个 这把刀啊 侦查兵衣它的设计一图啊 我来推断一下 它这个应该是用作为战术 或者是户外 甚至是日常使用的一把折刀啊 是一把全能型的折刀 一把全能型的折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干什么都可以啊 干什么都可以 并且每一样都能相对来说 比较出色的完成啊 比较能够完成 所以说这把刀呢 还是一把很不错的一把刀的啊 嗯 我觉得折刀的话 大家还是有那么一把到两把冷缸 还是很不错的 对吧 至少体验一下它的这个超级背锁的这个设计 也是非常不错的 对吧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刀片啊 刀片的关 首先刃型 我选的这一款是个矛头的刃 而另外它还有另外的两款 一款是这个 薄衣头啊 或者它称为剪刀头 另一款呢就是剃头啊 美式剃头啊 美式剃头 我给大家 剪刀头我没有啊 手里我给大家拿个剃头的啊 当然这是 迷你款啊 我们下期再讲这个迷你款 先讲这个常规款啊 嗯 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刃型是毛头啊 毛头这个不多说了啊 切削啊 穿刺啊 切割啊 这个这个 使用维护啊 以及强度啊 都是比较均红的一个刃型啊 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刃型 对吧 这个毛型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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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片 这是很不错啊 然后表面处理用的是这个DLC 冷钢是用DLC的啊 并且它做的DLC还做的相对来说比较不错啊 我感觉它虽然没有辛德勒啊 那个DLC做的厚啊 但是 我感觉还是不错的啊 还是不错的这个DLC 比较耐滑啊 这应该是最好的涂层了 对吧 呃 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钢材 钢材新款的话用的是这个 呃 CPM的S35N 啊 啊 S35N也是一个相对来说 呃 硬度韧性保持性 比 以及维护性 啊 防锈性比较失踪的一个钢材啊 它的上一集的话 我感觉就是M390了啊 下一集的就是S35N 啊 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钢材了 对吧 啊 呃 完全满足日常使用啊 包括啊 新的呃 老牌的这些新德勒啊 他们都是用这个S35N的 包括CR的这个 呃 沙本沙 对吧 呃 都是用的这个S35N 热处理 呃 包括这个使用制造道具上 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一个钢材了啊 也是 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钢材啊 也是非常推荐的一个钢材给大家 对吧 你各方面它是一个均衡状态啊 你不需要过多的操心维护打理 也不需要呃 这保持性吧也是可以的啊 同时当它的韧性在不修钢里面也是属于非常好的一个韧性啊 所以这点这几点一综合起来哎 这就是个好钢材了对吧 好钢材是什么呢 是没有短板才叫好钢材啊 而不是说某项或者是某几项功能特别突出 突出而某几项又特别特别的弱啊 当然钢材控可能就是说自动挑我这句话也行啊 为了体验而体验那你目的不同了对吧 好OK啊 然后刚才开针的话 任性相对来说比较宽 啊为什么说相对来说比较宽呢 呃他比一般的折刀不管是国产呢或者是这个呃等等等等等等啊 这个任限要宽不少啊 要宽不少 拿一款国产来看啊 也是我近期输的第九区战役 对吧看这个很细的这个任限啊 很细的任限也是这近几年才流行的啊 以前都是这种大宽任限啊 包括呃你像买你要买斯坦前期的辛德勒的话 他也是这种大宽任限啊 他也是这种大宽任限啊 对吧虽然这个被磨了啊 他是但他任限也不窄啊 但是当然比冷缸要要要好点 对吧呃 所以吧 这可能就是老美吧以前都喜欢开这种比较宽的这种任限啊 我个人但是你说我的喜欢程度呢 我还有比较喜欢这个这个这个宽一点的任限 因为我感觉风力度更高啊 冷缸到出厂的这个风力度都是非常非常可以的啊 非常非常可以的 这是他的开认啊 两边对称啊 没有毛病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啊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啊 我以为冷缸总是开认不齐啊等等等等等等 但是这把 非常好啊 给我感觉很好啊 很好真的是很好 对开认非常非常整齐啊 非常有不知道老板会不会这样啊 至少这把新版还是不错的 对吧 我也我觉得我也不可能这么好的运气 一买就是一把好的 对吧 好 然后 风力度很高啊 风力度很高 体毛是一点压力没有 包括他的广告里面都是用这个 用这个折道来刮胡子的啊 都可以 然后 特点 这个毛头的特点呢 他刚才已经说过了啊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 刀饼 刀饼的话 长度 我们来对比一下整个大小啊 还没给大家做对比啊 呃 先拿这个 最常见的这个 辛德勒啊 一个是3.5寸 一个是4寸啊 其实就是这个差距 然后3英寸的话 就是这个 这个 迷你版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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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差距了 其实是3寸的啊 然后再给大家拿几个 好 我们先把这个收一收吧 我们3.5寸是常规版 我们以这个状态 来给大家做指导的话 我们看看 同期冷钢产品的这个 3.5寸的这个 叫 白武士 对吧 也是超级被锁啊 也是超级被锁 然后这是3.5寸 然后同系列的话 他还有 呃 这个 同大学的话 还有这个蝴蝶支配者啊 物一啊 也是3.5寸的折刀 所以说 怎么说吧 尺寸来说 相对来说 这也是一把偏大型的这个 呃 折刀了啊 ok 那我们简单说一说啊 ok 然后我们看下一点啊 这是整刀的长度 厚度的话 它并不是很厚啊 相对来说是比较薄的一款刀 包括这个 这个迷你版就更薄了啊 然后 还是拿辛德勒来做对比吧 辛德勒还是要厚一点呢 还是要 要差不多了 这两款其实差不多厚 居然差不多厚 放平 好 完全放平 我找找 好 感觉辛德勒厚那么一丝啊 厚那么一丝 要比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侦察兵啊 反正也厚不了多少了啊 厚不了多少 所以说这把刀的刀比还是蛮厚的啊 还是蛮厚的 但是 为什么我感觉这把刀的握感有点缺失呢 对吧 这个这个问题我之前我还没没发现啊 真的是有点缺失啊 他没有像辛德勒这样能让你握得很实啊 这把刀也 当然你说可以握得很实啊 但是可以握得也很舒服啊 也很舒服啊 但是他总感觉 在这么大的刀上 这么 饼这么薄的话 可能会有点有那么一点点缺失感 对吧 好 OK 那接下来再说一下 他的这个 用料啊 用料是两块表面处理 非常非常粗糙的这个黑色G10 啊 G10材料 嗯 为什么要用非常非常粗糙这个词呢 因为他太粗糙了啊 只有 老板的ST 的这个表面处理和老把客 880881啊 这个系列的都比呢 与之匹迪了啊 真的是太粗糙了 当然他的防滑效果也是一流了 因为手感太糙了 我怀疑这是把手套刀 好OK 然后 但是呢 这把刀的人体共同学技术手感啊 也是 但是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非常到什么程度 他非常接近于我说的这种顶级手感的这种折道 对吧 他非常接近于这种新的这种顶级手感的这种手感折道的这种 这种手感啊 很棒啊 握持感就是给你很 怎么说就是 你握的时候就感觉非常扎实的这种感觉 对吧 并且这把刀偏大 你握到后面的话 你甚至还可以进行一个批砍啊 你握到后面的话 甚至还可以进行一个批砍 所以说 这什么玩意儿 所以说这把刀啊 还是很不错的啊 很不错的 手感最好啊 然后下一点就是那个 呃 握持方式的对吧 手感很不错 握持方式可以证 证我OK 没问题啊 烦我 烦我啊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非常舒服啊 非常舒服 包括他提供了这个大目指的安放处啊 大目指的安放处 然后包括手里面这些纸槽 当然我感觉这纸槽开的吧 手有点大 手有点大啊 正着我是最合最合适的啊 正着我 因为食指和中指啊 正好卡到他这个纸槽里面 正着我是很舒服的 反着我的话 稍微有点突出了这个纸槽啊 稍微有点突出 有点这个地方有点割手了 对吧 但是啊 依旧是要能排到前几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刀柄啊 我现在拿行刀的就是来做对比 其实现在的也稍微有一点啊 也是有一点 但是他这个没有特别突出 所以说你反我的时候 感觉还不是很明显 很棒啊 这个握持手感 我只我这么批评他 但是 他是已经是排名非常非常非常靠闲 绝对是能排到 我所拿过折刀里面 他的排名应该能进前八 甚至前六啊 这个握持感很好啊 呃 然后 方滑设计呢 又不用看了 对吧 整个刀柄两边都是方滑设计啊 并且他前面的话是有一点点这个方滑尺的 呃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他这个刀的指槽比较大 可以充当为一部分的护手的作用 可以起到一部分护手的作用 你在大力穿刺的时候 他也不会就是说手会滑到刀刃上啊 几乎是为零的啊 所以你故意松手 呃 然后 呃 螺丝的用料啊 应该是钢制螺丝啊 都做了这个黑色涂层处理 包括他的这个锁定块啊 都做了这个黑色涂层处理啊 我能看到的 所有螺丝都做了黑色涂层 但是 内部有个闭合指导柱啊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啊 看不到啊 内部一个闭合指导柱 他用的不是涂层 是因为钢本扫导啊 可能方秀星也稍微差一点 然后别的刀没什么了啊 别的刀没什么了 然后这把刀吧 开刀方式啊 存在就只有一个了 对吧 就是用推牛推开啊 用推牛推开 当然你也可以弹开这把刀啊 也可以弹开这把刀 当然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这是大好 大好 可以弹开啊 可以弹开 但是我不介意大家这样吧 因为冷钢 这个背锁 它是有一定回弹性的 大家可以看到很大 你万一弹到手上 凉凉了 对吧 好 然后 开刀方式啊 推牛可以推开啊 但是推开的这个 推开的话 程度上也是很好推的啊 并且很好调整握持姿势 然后指刀方式的话 这个就是超级背锁了 对吧 用的是这个传统指刀柱 但是非常粗啊 非常粗 是打在这个G10上面的 对 我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很粗的这个指刀柱 看一下能不能推起来看看 今天晚上录的啊 所以说灯光可能不太好 对吧 能看到它的很粗的指刀柱 很粗啊 很粗 这是它的侧面 对吧 然后传统指刀方式 然后呢 然后 防骨度解锁 因为这是超级背锁的话 它就不存在这个现象了 对吧 然后 防意外解锁的话 也没有 嗯 护手是有了啊 护手是有了 尾声孔的话也有啊 在这个位置 它是有尾声孔 可以佩戴尾声 但是尾声孔的周边是 因为是G10比的话 它没有刀脚啊 没有刀脚 然后 安全机制啊 锁定类型 用的是这个超级背锁啊 超级背锁 这也是冷 买冷缸一定要买超级背锁的原因 对吧 但是几乎是目前来说最安全的一种锁定了 对吧 锁定之一了 对吧 嗯 承受力是非常非常强悍的啊 承受力想破坏它是很难的啊 其实你把刀片可能掰断了 用断了 它都不会解锁啊 这个锁定也是冷缸的 以以为傲的一个产品吧 对吧 一个专利 然后 嗯 怎么说呢 它的这个这个超级背锁啊 嗯 其实结构并不是很复杂啊 结果并不是很复杂 但是啊 但凡是锁定它都有优点和缺点 也并不是说超级背锁啊呀 就是好啊 怎么样怎么样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超级背锁也存在很严重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第一是解锁啊 手感差 第二是解锁不方便 第三是这个 嗯 它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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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用的刀柄内部空间太多啊 一直导致于冷缸几乎所有的刀啊 超级背锁的刀收纳比相对来说 都比较差 啊 都比较差 这是它带来的问题所在啊 嗯 所以说有这些问题的话 其实它绝对就是能够把它从这个 墙呃 能够从这个锁定 把排名靠前里面拉下来了 对吧 因为你用起来不方便的话 那 对不对 这刀嘛 这刀嘛 图个方面嘛 对吧 方便快捷嘛 然后 但是吧 你要熟悉的话也不差啊 熟悉的话也不差 就是稍微有点危险性 啊 超级猥琐 唉 又爱又恨啊 对吧 然后 内部设计就是主轴 然后加两片特弗龙电片啊 这个是电片的 然后 减重的话 因为是J10刀柄啊 这个刀是重量并不是很大啊 并不是这么大折刀 他也没有新的热成 就是这么大 他也没有新的热成 就是这么大 这是4英寸的刀啊 这可是 嗯 然后 背骨用的是 背锁了 背锁就充当背骨了 然后 这里边是有内部的这个弹簧的啊 一块弹簧 然后我给这个背锁起到这个支撑作用 然后闭合的话 内部是有一个闭合指导柱啊 嗯 就是他的内部结构比较简单啊 相对于说也比较简单 变斜性的话 嗯 这个怎么说吧 这个 我真不推荐他这个背夹啊 这个背夹不好用啊 不好用 为什么第一是 刀片本身的表面材质就比较粗糙 第二个这个背夹也比较紧啊 但好在他这个背夹可以左右后换 但是左右后换的时候吧 你必须得换一个背夹 但是他会被你配备 同时配备两个背夹 啊 也是说双面的啊 你是不过你是左手啊 右手啊 我他的这个推牛啊 都是你可以 去更换的 这是冷钢的一个优势啊 这是冷钢的一个优势啊 这是冷钢的一个优势 嗯 缺点的话 刚才超级背锁啊 其实我也说的差不多了 对吧 就是这把刀的缺点 然后我们说一下这把刀的亮点啊 以及他的问题 嗯 这把刀的亮 给我整体亮点吧 就是强壮结实啊 便携耐用度高 嗯 这是 这是我对这把刀的评价啊 缺点的话 同样啊 嗯 就是第一收纳比差啊 收纳比差 因为他太宽了 啊 真的是太宽了 对吧 啊 收纳比不好 然后超级背锁吧 维护起来吧 比较 麻烦啊 比较麻烦 因为他有个弹簧容易生锈 或者是其他什么问题啊 啊 但是一般不会出问题啊 这个超级背锁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开合 开合起来这个 不是很舒服啊 开合起来不是很舒服 因为他只好在你这个位置 你手去压下面解锁吧 其实压这个地方是最舒服的 但是你压这个地方 他解锁的时候 刀片是直接回弹到你的手上了啊 这个时候 其实已经到了他刀片的回弹角度了 对吧 很恐怖的啊 所以说你冷钢的刀吧 你把它闭合的时候吧 你要把你的手指去抵住这个地方 然后按压 落刀 他才不会咬到你的手啊 但是你但凡往下一点点 他就会咬到你的手了啊 这个是很很吓人的 我被他咬过 这会改变你的玩刀习惯啊 所以说冷钢这一点所有层是不好的 对吧 这就是他的缺点啊 这个是把刀的缺点 其他的话 没有任何缺点的这把刀啊 这是我认为心目中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刀啊 不要小看这是两片 这一时他的强度你会不够啊 这个是强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你各种使用就行了 你拿到这把刀冷了 拿到就是造就行了 这个绝对不要担心去解锁啊 或者是怎么样 对吧 也不要担心两片J10的这个强度 并且他也不用维护也不会生锈 真的是一把好刀啊 便宜的便宜又实用 嗯 就是不大好把玩 那所以说我还是要收藏一把的啊 好刀啊 真的是好刀 我很少评价这么刀啊 这么刀啊 并且冷钢吧 怎么说呢 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刀啊 他也是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 至少得有一款啊 至少得有一款玩玩 哦 而有这一款的话 我就推荐这个 什么呢 就推荐这个啊 侦查兵衣对吧 就是这个 大版本的啊 因为他手感更舒服啊 你手 我因为我手偏大 我感觉啊 这个要是握在手里的话 都舒服啊 这里感谢泰哥老兄送了刀布啊 很好用 擦刀布 好看擦完的这个黑刃啊 DLC啊 你你要花 你要在老外手里买DLC的折刀 一般都比较贵啊 但是冷钢是个例外 100多美金 真的是很棒的一把刀啊 我是推荐入手啊 完全推荐入手 各种实用 嗯 把玩可能稍差点啊 然后 嗯 就是实用啊 收藏也可以啊 对吧 OK啊 本期冷钢视频 我们就暂时录到这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